你明天要上班吗 你明天要上班吗 我吗 但是可以早一点下班 早一点下班 对啊 那也蛮好的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我刚买回很多 那你明天如果没完牌的话 我们出去吃个饭怎么办 一直在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做什么 这是你的吗 不是 这是他们早饭不知道做了什么东西 录下来的 你做什么 一人睡觉 接份是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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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过吗 你吃过吗 哪一个 猪肉骨 那个黑色的吗 不是吗 那个黑色的吗 对 很好吃的 你要不要尝一下 好 这个我还想吃光 吃过的 不一样 对吗 我们不知道你吃的是不是这个 哎呀 我来 加油 周游 加油 哎呀 哎呀 我来 哎呀 要去粘住 这就哪一个吗 我们认识一个吧 因为我现在好饿呢 我也饿 别吃饱了 命令的口味 别吃饱了 一会儿还有饭 我的 不会的 然后一会儿再做一个咖啡冰淇淋 不要啊 那我来磨咖啡 我来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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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子 你要来磨咖啡 和脖子 好 好 经验重现真的 这个厨房真的是挺能惹事的 做饭 你有音量 什么解法 就一定要很干净 要不要有水 嗯 你看他嘴长了 他掉下来了 主编好强劲 上来就问 每天有时间吗 但是我真的 我觉得周游很棒 在厨房的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非常棒 他很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在盆上他没哭 他就是很棒 但是很让我难受的是 就是 胡静明 我觉得应该 可以跟郭如斌有互动 但是我觉得 主要还是要安抚一下周游的情绪 毕竟先认识 我觉得 我是觉得 不要让他尴尬 就是 最好能两边都照顾了 其实我觉得 看他当初见到了那个 如斌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态 他如果见到他是觉得 我可以试一下的话 那我觉得 他其实后面这些行为 是算是合理化 那如果合理化 但是会让我有一个bug 就是为什么他不答应 他为什么不答应跟 就是因为念及到了 超越说的那件事 对那如果念及到了周游的话 那他在当初的时候 其实就不要给如斌有一个 我好像可以的讯息散发出来 因为 如果如斌这么敢做这件事情的话 一定也是可能 得到讯号了 对得到了一些信号 对所以我觉得他才会有这些信号 所以说其实你跟超越都认为 他在处理这种关系上是 是有一点不妥的 你没有觉得他哪不妥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只是问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吴金铭故意要让周游感受到密集感 他当然知道周游现在是不开心的 他的余光也看到周游一个人在那切肚子的时候 他有什么动静呢 强化周游的斗争性 太累了吧 来 让我们看看后续的发展吧 Freihei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